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超聚焦 十一号 谣言谣谣领先的预言 完全2024年的这段故事 现在这段故事完全是2012年的翻版 这些都是陶哥自己亲自经历的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现在习近平的故事就是当初薄熙来的故事 身份位置上稍有偏差 但他的故事的本身背景环境都基本类似 在薄熙来的故事是到3月14号 完全跟这个组织对立 就是他拿出生死牌之后对立的 那而习近平现在呢就是自己的状况 是死是活是怎么样 是自己的状况 那核心处在张永霞身上 我刚才跟朋友分析的那篇文章 张永霞自己讲 三次谈到习近平 23次谈到习主席 我说张永霞犯了大忌 做过了 完全做过了 那张永霞犯大忌跟完全做过 可是他又发表在求实网上 他不在军网 他是军人 他不在军网 他不在人民日报 他不在新华社 不在中央电视台 所以他表态了 在党内系统的杂志当中 实事求是的表态 求实网 那求实网的本身 是党报的最大的欺诈 求实网 是共产党最大的欺诈 也就是说 流氓都是穿西服的 对不对 卖的都是用的最好的化妆品 我说的是这意思 那张永霞可能理解蛮透彻 所以他那个东西是 此地无音三百两的 那他那个东西 所谓在求实网上批谣 就像我们说 你不这习近平要没事的话 非整死他不可 对 一定他是最大的卑制罪的人 那结果呢 就是我们在这种讨论 跟正事中的 还有结果 军网 那篇内容啊 大家知道 那篇内容 是9号下午2点钟 出现在求实网上 结果军网在第二天的早晨7点钟 10号早晨7点钟 10号早晨7点钟 什么时候 星期六 星期六的早晨7点钟 坚持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什么意思 这是军网 在要文正文当中 解放军报 中国军网 作者叫孙杰 编辑叫余雅 余雅琴 发布时间都有 那这就是问题了 这真的是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 上来就是说 民主集中制 是我党的根本原则 和领导制度 是激发党的创造活力 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 根本保障 近期 这话厉害 近期 由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组织 编修的 民主集中制读本 在全军 在全军印发 坚持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不断提高决策质量 各级党组织 贯彻民主集中制 和学好 民主集中制读本 是一个重大的时间课题 这是对习近平政变 要让习主席放心 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这是习家军的口号 怎么叫民主集中制 这不可能啊 而这是哪儿的 政治工作部组织编修 政治工作部是谁 习近平在出事之前 7月15号之前 在7月7号 是8号 提升了另外一个姓和的 作为上将 专门搞真功的 专门搞真功的 这位姓和的上将 上来之后 印发此版本 那到底是习近平出事 还是习近平没出事 习近平没出事 当时那位姓和的上来 我们都认为 这是军队大清洗 所有人都承认 这是军队大清洗 因为 若干个上将 无数个中将 若干个上将 两位数以上的中将 跟无数个瞎将 全都出事 整个军队的将官体系 坍塌的背景之下 上来的 上来的这个 政工的干部 作为上将 一辈子搞整人 一辈子搞政工 他去整少将 跟上校大校 不正事 对不对 那谁都惹不起他 因为上将没了 死的死 伤的伤 自杀自杀没了 中将只要能退休 就退休 能跑到山里 就跑到山里 他可不如就出这个场 这是当时 所有大家共识 但没想到 他来之后 什么时候叫 禁忌印法 对不对 这就是另外问题 他为什么一上台 跟习主席 做好习主席的战士 为习主席 团结在习主席身边 像张悠霞是呢 怎么会出这种事 而这篇文章 却刊登在军报上 这就在解释着 今天极其难堪的场面 我以为在解释 难堪的场面 那张悠霞的文章一出来 人们就说 这是辟谣了 这是对海外的人答复 如何如何 我张悠霞还是听习主席 但是 没跟军队说 是跟社会说 在求是网上 而跟军队说 就叫民主集中制 因为张悠霞不能说 你听我军头的 肯定不能 张悠霞只能说 你听军委的 军委叫民主集中制 政治局叫民主集中制 习主席 绝不叫民主集中制 对不对 那就说这是军队 那他为什么给军队印证 先改变军队的思想 军队是听整体的 听国家的 军队不是习主席的 那军队不是习主席的 科学决策 习主席个人是不科学的 民主决策 不能让他一个人说了算 依法决策 要按照宪法 按照军法去执行 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决策 是不是 所以在军网的第一天 一大早 这是一个舆论的博弈 既有舆论的博弈 也代表着今天 张悠霞领导的整个军委系统 就是今天实控掌权的系统 他的 就是他现在掌权的方式 对习近平要慢慢的访 就是他肯定没死 但是呢 他现在出事 有人认为呢 他应该很像华国锋 我个人的说法就是 我认为坚持 他真的是自身出问题 他自己出了问题之后 然后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就是张悠霞被迫在一种推动之下 维持全国的稳定的背景之下 出面 然后才出现了其他东西 但是张悠霞确实跟习近平关系甚好 就是起码在习近平的角度里是关系甚好 那你让张悠霞多大可能的去完全否定习近平 他也未必 因为终归习近平对张悠霞是非常好的 无论其他上将怎么出事情 他没有动到他的 确实没有动到他的 你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在军队中有两个上将 一个是张悠霞 一个是许其亮 习近平根本没碰 一点都没碰 也听不到他们传出任何对他们不利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军委副主席 一直从2012年一直到2022年 2022年许其亮下来的 所以军队他以这样的方式 也就是说习近平赋予军委副主席绝对的信任 那何伟东是他按照需要拔上来的 所以何伟东现在你听不到他说什么话 那张悠霞就变成了很独立的 这是在我看来就是 这是张悠霞的概念 在稳定社会的层面 的同时 在修正军队当中的方向 这个东西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需要耐力 需要这样的稳控 因为社会再怎么样 只要军队他把握住就行 那按照他的 按照他的法律条款 就是依法决策条款 当军委主席 我们反正看这个问题 当军委主席出现状况的时候 习近平 那就要依照法律的规定 军委副主席跟军委产生决策 所以这是法律约束 法律规定 然后往上民主决策 就是说 因为你没有一把手说了算 那就得党内民主 军中民主 军委就是一个民主决策 那当军委民主决策的时候 他可能必须要跟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有着一种相互的 大家都要相互 在这种相互决策的背景之下 你再看到科学决策 就是大家在决策的时候 不能胡来 大家要不能胡来 不能像曾经就那么胡来 我看是这么回事 所以看来是习近平真的是 起码现在是否能够自理 我们不知道 但他基本上 我们看是这样 在这篇内容当中 他就提到了 他提到了因为 可能会像华国锋 让习近平慢慢淡出政治舞台 无论死活 症病怎么样 都没所谓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东西来防止 那些要保护习近平的人 有没有机会 知道内幕的人出现动荡 里面真正出现动荡 就是在知道内幕的 三中全会当时在现场的人 那些人会知道内幕 肯定 他们到现在没有任何人说话 是跟不是都没有任何人 如果承认是政变推翻了习近平 在外地的不服的那些人 可能会出现麻烦 军中大佬可能会 也有替习近平报仇的 清军策都有可能的 所以那时候北京的临时中央 可能够喝一壶了 有可能 我只能这么说 但是呢 无论怎么样 如果习近平 真的是身体出问题 自身出问题 那任何支持他人 也很难心 就是很难心兵 很难左右 但是按照预言上说 是有问题的 这是没错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